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存在感》 对于职场人来说 存在感是必须修炼的内功 工作中没有存在感 即使你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多年 也不能保证不会被裁员 即使你平时卖力工作 也不一定会晋升 要想在职场里如鱼得水 光埋头苦干还不够 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标签 让别人能看到你的价值 愿意跟你共事 想想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 一提到他所在的部门 所有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 会议上他一发言就能成为全场的焦点 有好的项目机会 领导也会立即想到让他去 这就是存在感的魅力 本书的作者克里斯蒂·赫奇斯是世界顶级的领导力教练 他活跃于美国政界 为州竞选和总统大选的参选人做政治顾问 后来进军商界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为500强企业高管提供咨询和培训 在这本书里 他就全面介绍了在职场中 怎么才能拥有强大的存在感 克里斯蒂指出 职场存在感具有三大特性 一是异象性 也就是先确定你要建立什么样的存在感 二是连接性 也就是通过加强和别人的联系来建立存在感 三是启发性 也就是用你的存在感去影响他人 下面我们就详细地说一说 怎么从这三大特性入手建立职场存在感 先来看看第一个特性 异象性 异象就是心之所向 你的内心和外在究竟想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 也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 异象既可以是远大和稳定的 比如说我要成为一名有魄力的领导者 也可以是短期的依情境而定的 比如在这次会议中我要成为一位变革者 首先你要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异象标签 这就好比一个品牌需要树立自己的品牌价值和定位 异象标签建立在对自己的性格 能力 潜力 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是存在感的内在驱动力 一旦你有了明确的定位 这个异象标签就像大海上的灯塔一样 能时刻提醒你展示最好的自己 你渴望自己在职场中表现出怎样的特质呢 换句话说 你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这个人 是谦虚低调的还是自信满满的 是开拓创新的还是踏实稳重的 需要提醒的是在确定异象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不要设置得过于完美和理想 更不要和真实的自己背道而驰 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充满创意和激情的人 却偏偏想让人觉得你成熟稳重 虽然你也能强行抑制住自己活跃的思维和想法 但你一定会觉得非常难受 这时候如果你把异象标签设定为 做一个既有想法又有能力的人 就能轻松自在很多 总之 异象不是为了束缚你的优势和特点 让你做不了自己 而是让你做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的脑海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异象 那不妨把目光投向你身边优秀的人 看看他们哪些事情做得好 在他们身上寻找和挑选你觉得重要的品质 比如你们部门有个同事 只要是他参与过的工作 他都会负责到底 哪怕自己中途退出也会继续关注项目动向 提供支持 你很欣赏他这一点 那么他身上责任心强的品质 就可以作为你的意向标签之一 不过一个稳定的意向标签也不是万能的 面对眼前具体的情况 我们还要对赛场的人有更直接的影响 书中称为情景意向标签 怎么建立情景意向标签呢 你只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你想让观众对这次交流产生怎样的感受 然后围绕这些你所期望的感受构思你的意向 我们就拿职场中最常见的一个情景 会议来举例 假如你是一个销售团队的领导 你打算召集大家开会 了解一下这次业绩不佳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选择的是富有激励性这个意向标签 希望会议结束之后 大家能感到兴奋 自信和有干劲 那你的情景意向就可以视之为 让大家明白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责怪 不要逃避问题 共同面对和解决 前面我们谈到的稳定的意向标签和情景意向标签 都还只是内部的心理活动 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借助外部的表现 来传达你的内在意向 外部表现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 其中微观的表现包括着装 肢体语言和表情等等 是最直接的一眼就能看到的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安 你穿的衣服时时刻刻在向他人宣告你是谁 也直接影响着他人对你的看法 整洁得体只是职场着装的最基本要求 要想拥有存在感 穿衣就必须遵循一个原则 那就是为你想要的工作 而不是你已经拥有的工作着装 比如你想成为的是公司的创意总监 你的意向标签是创造力超凡 那就不要和其他人一样每天穿黑色西装把身色领带了 多增添一些彰显个性和时髦的元素 不过着装还只是最浅层的微观表现 在传达意向标签的工具里 肢体语言和表情其实更为重要 会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你在参加一次重要的面试 想给经理留下自信的印象 那你应该怎么表现呢 在整体姿态上 你应该挺胸抬头 打开你的肩膀 精神抖擞 在手势部分 你应该大大方方的把手臂展开 随时准备迎接机遇和挑战 千万不要抱住手臂 或者把手背在身后 再就是脸上的表情 你应该面带微笑 说话的时候注意和谈话对象 有适当的眼神交流 抛开着装 肢体语言 表情这些细节 在宏观上 意向标签还表现在 如何安排工作重点 行为是不是具有一贯性 举个例子 如果你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 是个严谨的人 那你就可以检视一下 今天你把文件交给领导之前 有没有花时间多检查两遍 在负责营销策划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重视前期的市场调查和分析 让销售方案有理有据 这个月里 你每次在周会上的发言 是不是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俗话说 说得好 不如做得好 要传达你的意向标签 相应的行动 是最有说服力的 简单总结一下 要通过意向性提升存在感 一是要确立内在意向 包括一个相对稳定的意向标签 和各种因时制宜的情景意向标签 二是要通过外在表现传达出意向 比如着装 肢体语言 表情 这些微观表现 还有安排工作重点 行为有一贯性 这些宏观表现 说完了怎么传达意向性 我们再来看看职场存在感的第二个特性 连接性 连接性指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书中也叫做个体性 意思是在职场中要享有存在感 就要和每个个体建立深层的联系 如何加强个体之间的联系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信任 在职场里 每个人之间都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 信任其实是很难得的 领导可能会不顾现实困难 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 野心勃勃的同事 可能会窃取他人的努力 给自己邀功 那么在险恶的职场江湖里 究竟怎么样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呢 建立信任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专业 你在你的工作领域所拥有的技能 知识和经验越多 你的可信度也就越高 比如你很擅长数据分析 那么大家一拿到客户提供的密密麻麻的数据和表格 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你 邀请你来给大家解读 除了硬的技能 视野和格局也是专业性的体现 如果你对自己所处的领域能有清晰和深邃的认识 如果你对行业发展的历史 业界的大牛 公司的优势和弱势都如数家珍 那么你的这种专业性就能让人觉得你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你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建立信任的第二个关键是言出必行 如果你每次都能说到做到 那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靠谱的值得相信的人 获得他人的信任赢得更多的机会 比如你总能按照进度安排准时交付了自己那部分的工作 那么在今后的大项目中 大家也会乐意邀请你一起参与 不过信任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 但一次失信就会让信任的大厦轰然倒塌 所以不要逞一时之快 轻易去许诺你完成不了的事情 比如当众公布过高的年度业绩目标 同时呢 如果中间环节出现问题 比如合作方突然撤出 你也不要一个人硬撑 及时向大家解释和说明情况 免得引起误会 有损大家对你的信任 除了专业和言出必行 不要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想想那些让人厌恶的推销员 他们为了卖给你产品会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当你看到他们靠近的时候 你不管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都会产生抵触 自我膨胀和自私自利也是职场中的忌讳 那些贬低别人彰显自己的人 那些总是觉得自己手握真理的人 还有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要赢得胜利的人 都让人退避三社 更别谈建立信任关系了 良好的自我定位就像一座桥 让其他人愿意走近你 进而相信你 与他人加强深层次的联系 第二步是要培养同理心 同理心是情商中的一个指标 指的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 设身处地去理解对方的一种能力 有人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和他建立紧密联系的冲动 同理心是个体之间发生连结的催化剂 当你理解了对方之后就能使用对方更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增加你的说服力 那同理心要如何培养呢 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四步 了解 倾听 认可和关联 先来说第一步 了解 了解可不是说知道对方的部门和职集 或者原来就职与哪个公司这么简单 了解指的是对某个人拥有比较全面和完整的认知 比如他的性格 处事方式 优点等等 怎么判断你是否了解一个人呢 遇到具体的事情时你可以问问自己 如果我是这个人会怎么做 如果你回答不出 那么你对他的了解就还不够完整 可以试着再从各个角度搜集更多的信息 再来是倾听 很多时候别人说的话我们其实只听了一半就开始不自觉走神 在大脑里想下一个要问的问题 想着接下来要参加的电话会议或者今晚还能不能按时下班 倾听就必须保持绝对专注 放下手里的手机或者离开面前的电脑屏幕 积极地回应对方 而不是一直说着嗯啊这样的语气词 甚至你还可以顺着对话的内容深入下去提些新问题 培养通理心的第三步是认可 认可既不是接受也不是同意 认可是指你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到了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 那如果你根本就不同意对方观点 要怎么认可呢 很简单 你只要让对方知道你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就好 不必改变他的想法 这就像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说的那句对不起 大家都做一次深呼吸 让怒气烟消云散 问题依然可以继续讨论 最后一步是关联 也就是找出自己与对方相似的经历 分享给对方 比如说你的同事这几天都在讨论他们对裁员的担心 那你就可以和他们讲一讲 你在上一家公司面临类似压力时候的故事 如果你没有直接经历过 也可以分享你朋友的故事 总之通过关联性 你就能把自己带入这个讨论 也让同事们感受到你的确是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 与他人加强联系的第三步是要克服完美主义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觉得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给周围人留下好印象 就必须隐瞒真实的自己 尤其是自己的缺点 只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外界 处处完美的人虽然让人羡慕 但也会让人觉得难以接近 如果能坦率地面对自己的弱点 反而能在人性层面上与他人产生联系 想象一下 假如你们部门经理工作能力很强 管理有方 但就是喜欢死扣细节 每次开会报告的时候 大家都小心翼翼 如果他和大家坦言 我这人对于细节非常挑剔 但绝对是对事不对人 那么大家反而会觉得经理为人很真诚 这就是不完美带来的吸引力 所以与其劳心费力地扮演 让人觉得虚伪的完美角色 不如保持坦率 展露出自己的不完美 简单回顾一下 与他人加强联系 一共有三步 一是建立信任 可以从专业性 言出必行 和考虑他人的利益 这三方面入手 第二是培养同理心 需要遵循 了解 倾听 认可和关联 四步走 最后一步是克服完美主义 坦率地面对自己的弱点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职场存在感的最后一个特性 启发性 启发性就是用自己的存在感去影响他人 转变他们的想法 观点 或者行为 现在的企业结构更加复杂 原来上级命令 下级执行的权力模式不再有效 这个时候的职场存在感 能让大家自己去理解你的想法 内化你的解决方案 最后主动接受他们 在启发他人之前 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就是先弄清楚改变的阻碍 到底是什么 怎样才能促成改变 这就要从我们大脑管理信息 和做决策的机制说起 我们的大脑生来是抵制变革的 为了减少费力的复杂思考 提高效率 尽量节省能量 大脑将多年的经验和知识 都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形成了固定的认知模式 在遇到新的情况时 就可以直接调用熟悉的 舒适的认知路线 快速做出反应 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尽力寻求那些 已经相信的信息 躲避和抗拒 和现有的观念体系 相悖的信息 所以改变也就很难发生了 好消息是 大脑的延展性和可塑性 是惊人的 而且在大脑里建立新的联系 要比改变现有的联系 来得更容易 比如说 当你刚听了一个 时间管理的讲座 获得了很多灵感 你的肾上腺素 就会马上飙升 整个人极度兴奋 这时候 如果能马上和朋友分享 或者回家路上 就尝试着实践刚刚的想法 那么改变就能生根发芽 反过来 如果你当时进行冷处理 过几天才抽空回忆这件事情 那当时的感觉 很有可能一点也不剩了 白白错失了改变的最佳机会 所以说 想到就马上去做 是让改变发生的最好方式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改变发生的最佳条件 那么要启发他人 其实需要做的 就只是创造利于改变的条件 作者提供了两种策略 一是制定愿景 二是利用宣言的力量 我们先来看看制定愿景 在一家公司里 管理者会对企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提出设想 描绘蓝图 这就是企业愿景 那么个人也需要制定愿景吗 如果你想要影响一个团队 那么你也可以提出一个愿景 来激励和启发大家 一个好的愿景 必须是伟大的和活跃的 才能把团队凝聚起来 带着使命感共同努力 一个伟大的愿景 必须脱离具体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利益 达到价值层面 比如说 为客户带来幸福感 或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 所以说 创新销售模式这样的短期战术目标 或是业绩提高25% 这种财务指标 都是失败的愿景 另外 愿景必须能够保持积极活跃 否则 沦为喊完就忘的口号 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 把愿景 融入到日常工作的互动之中 至关重要 比如说 你在会议上 总结本季度的关键成果 或者指出 某个团队成员所做的特殊努力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和愿景关联在一起 让大家知道 他们的努力 如何让愿景慢慢实现 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也可以提起你们的愿景 让他们看到 这是一个有使命和追求的团队 再来看看第二种策略 宣言 宣言是指那些会增强活力的 大胆而自信的言论 宣言的意义 就在于 借助语言的力量 展现自信 激励他人 释放影响力 举个例子 在2007年的苹果产品发布会上 乔布斯首次登台时就说道 今天我们将一同创造历史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马上点燃了观众的激情 试想一下 如果他用的不是宣言 而是常见表达 比如 我想跟你们分享公司的一些变革 那效果就会大大折扣 这就是宣言的力量 不过 这样的宣言毕竟太过华丽 在日常的工作中 如何利用宣言的力量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我认为 我也许这类开头 改成我希望 或者是我计划 比如 原本你打算说 我觉得我应该能尽快完成 财务系统的升级 现在 做些改动 加入宣言的力量 你就可以说 到年底前 我承诺 完成财务系统的整体升级 你看 只在语言上 做了一番小改动 就不仅在传达信息 还能启发别人了 好了 现在你了解了 人类的大脑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认知机制 让改变的发生无比困难 好在 利用愿景和宣言 这两种策略 能够促进新联系的建立 为启发他人 创造最佳条件 说到这儿 我们已经讲完了存在感的三大特征 也就是意向性 连接性 和启发性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三个特征刚好是自内而外的呢 这正是存在感的运作方式 存在感是你自身形成的标签 通过和别人产生联系建立 最终又对他人产生影响 存在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合成体 必须要和真实的自我保持精准的平衡 依靠伪装或是模仿的存在感 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由内而外的修炼 才能真正拥有独一无二的 强大的存在感